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带大家过一下 一本书叫做增长黑客 这个书名一听就是老营销号了 书名起得好 其实换一个意思 就是数字营销 病毒传播 具体一点 比如每一个up组都想快速的增长自己的粉丝数量和点击量 其实里面的很多技巧 做这一行的人都懂 但是好就好在 作者善于调理化 并且把它图像化 另一本书是陈春花教授写的 他是国内管理学界炙手可热的一位教授 因为他谈了很多前卫的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变革 陈春花教授的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今天任何组织都要平台化 而不只是巨无霸才要平台化 每个人 每个组织 每个企业 都要考虑借鉴平台化的手段 你要善于发挥大家的才智 你要促进企业内部的交易 你要促进组织的扁平化 放手让各个小组去做 关键是做好考核 个人也要善于运用各种平台工具 但是最近我看到一位叫做华生的作者 写文章批评陈春花缺少判断力 而这个华生不是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华生 那这个华生说 陈春花教授捧的很多互联网平台企业都崩溃了 比如乐视 比如OFO 比如瑞鑫 他说瑞鑫的收入不足以弥补成本 却被当作数字运营管理的标杆 其实瑞鑫就是为了做大估值 到资本市场去圈钱 它是资本的逻辑 而不是正常的商业逻辑 他说陈教授捧哪个企业 哪个企业就失败 容易被企业的公关包装给忽悠 不过我看陈教授也一直捧华为阿里 所以我觉得哪怕他有一些失败的案例 也是有意义的 我选择了这本比较有名的激活个体 互联网时代的组织管理新范式 我对范式比较感兴趣 那激活个体这本书主要有两条线索 一个是讨论组织变化 一个是讨论伴随组织变化的 信息沟通方式的变化 那作者首先强调 在未来雇员社会将会被合作社会代替 就是公司雇佣的人员少了 大家采取各种外包的方式来工作 人人都是自由职业或者自己当老板 产业工人会减少 而合作和契约精神代替了组织内的忠诚度和官僚制度 他引用著名的美国管理学专家德鲁克 强调知识也是一种生产工具 不过说到知识 在传统的组织里 因为有科程等级制 它的信息流程非常的复杂 信息不透明 有的信息老板能看到 忠诚看不到 忠诚能看到 下层看不到 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管理者维护自己的权威 但是这样就会导致当公司做大了 你的决策就会失真 而因为人人都要遵照流程 最后导致那些不犯错误的人可以存活下来 而那些喜欢创新的人因为容易犯错 他反而不容易存活下来 这一点他说的没错 所以陈教授说 在小公司里一个人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 而在大公司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不容易了解全局 这一点我基本同意 因为在小公司你有机会尝试各种岗位 所以你能够获得超越局部的视野 获得一个总体感 那么11年的时候 我去了一家小公司 当时他们在和一所高校合作办一本杂志 叫做社会观察 顺带做一个杂志的附属的主页网站 我就负责这个网站 当时这家小公司是没有什么规矩的 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正因为没有规则 就有机会创立规则 我们从建立网站 做技术 做产品规划 做运营 包括组织大佬对话 比如我去组织梅山剑客 对话毛鱼士 这些流程全部过一遍 你方方面面都了解到了 陈春花引用了我很喜欢的作者 凯文凯利的观点 来说明初创企业没有等级 不过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 凯文凯利也讲到了新的等级如何产生 只是没有固化的线性的等级 要让大家放手去试 可以不同人不同小组做同样的事 产生竞争 看谁做得好 然后把好的选拔出来 也就是说 还是要有一个上一级的层级来做选拔 它是自下而上形成选拔和甄别机制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做硬性规划 所以我们不要在等级和扁平化之间 做二元对立 要互相借鉴 不要固化的等级 也不要放任完全的扁平化 否则就会一盘散沙 陈教授谈个体与组织的关系 他说公司里大家追求的是公平 而不是平等 不可能平等的 一个组织是为了目标而存在的 而不是为个人而存在的 不要本末倒置 我觉得他这句话还是超越了极端的个人主义 他说信息技术改变了公司里的管理状态 比如微信的发明颠覆了公司内的交流 他让终成管理者随时要处置公司状态 而不是事先安排 那么组织如何适应新时代 他说效率与长期适应能力之间有矛盾 比如当年的诺基亚只关注自己的核心能力 也就是节约成本的能力和制造产品的能力 却失去了生态的手机链 华为非常强调组织的改进 陈春花说 华为是使用合理的利益共享方式来凝聚组织力的 比如把股份分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止这一点 还有正确的思想 比如我觉得任正非是非常懂得矛盾思想的 那第二章 我感觉陈教授开始有一点飘 有一点文艺 上来先引用了泰格尔的诗歌 再引用了两部电影 超体和星际穿越 就为了说明未来就在眼前 一切皆变 一切皆存在 要互动与沟通 要共生与风享 然后他开始感悟大自然的风花雪月的变化 开始讲禅修 开始讲生命的本质 要让我们去把握变化 把握生命的本质 不过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就叫善于迎合企业家的那种灵修的愿望 为什么他们要去找大师 为什么要去念气功 我们在讲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时候 就提到过 对吧 他们特别喜欢那种虚无缥缈的哲学 那再后来我有一些听不懂了 陈教授可能是想超越企业的这种利益追求 他说我不喜欢互惠 而喜欢单纯的爱和不求回报 听起来就像是用爱管理 这个应该在台湾很受欢迎吧 陈教授说 阅读企业经济学的时候 他会满含眼泪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家要用有限的资源 去满足人们无限的需求 做不到 还可以这样 其实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是讲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如何最大化的利用 以满足需求 但是流眼泪还是第一次看见 陈教授还引用了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 来说明金融是什么 那简直就是一段绕口令 那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有很多名言 什么修建铁路是为了更好的掠夺 所谓养而防老 不道德 应该全部依靠消费信贷 他是华盛顿共识 在中国的代言人 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有一点鬼畜的资源了 用爱管理 心灵禅修 流下眼泪等等等等 陈教授很喜欢引用德鲁克 但是在这里 我感受不到德鲁克的那种 生死攸关的态度 因为德鲁克经历过冷战的巨大危机 他写管理学 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政治意识的 就是美国要和苏联竞争 我感觉德鲁克有一点点 管理学里的三体逻辑的味道 而陈教授有那么一点点诚心的味道 我还是要向陈教授致敬 因为他做的事情目标明确 就是要思考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冲击的环境下 企业的管理如何转型 他的很多建议 对于传统企业是必要的 很多我们了解的事情 很多企业土老板都不了解 哪怕他失败了也是一种尝试 而中国正走在企业管理转型的前列 在世界上也是靠前的 第二点 我佩服他是一个有企业实践经验的人 就像我们研究院的石正傅老师 是真正做过企业的经济学家 而不是黑板经济学家 书本经济学家 那最后简单来讲讲增长黑客这本书 通过这本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年来美国的平台企业是如何爆发的 比如他举的例子 包括hotmail 网络云盘dropbox paypay 说了他们的营销特点 他们不是到处去打广告 而是利用自身的营销 比如鼓励用户介绍用户 这样双方都会获得奖励 这个也是我们国内很常见的拉新手段 增长黑客主要就是讲 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你如何获得客流 这也就是时间和注意力的争夺战 听起来好像就是给我们韭菜准备的 当你资金不足的时候 你就要靠时间来转化为金钱 这本书和陈春花老师一样 有很心灵鸡汤的部分 听起来有一点像传销 他会讲一个人怎么控制自己 他会鼓励你写下自己的想法 他要你避免快速切换工作 要保持休息 他会鼓励你写下自己的梦想 而且是那种会让你自己哭泣的梦想 又要流泪了 我想要适合远方 我想要金钱给我带来财务自由 这本书里有很多方法介绍比较有价值 比如你要做商业 你就要给你理想中的顾客画像 他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 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经常去什么网站 你如何去吸引他 和平台垄断一样 他善于画图来总结模式 是一个PPT高手 他谈到吸引客户的三角法则 显得很高大上 他还要引用亚历士多德的观点 因为亚历士多德的修辞学说 说服一个人 有三个方面 信誉 逻辑 和情感 比如我们说工业党的逻辑很好 可是缺乏一点对情感的理解 对吧 那有很多例子 看下来坦率的说 就是告诉你怎么去骗 比如窃取增长 你要看你的竞争对手 他的流量都来自哪里 然后你也到那里去窃取流量 他举了赌场的例子 来说明如何吸引客户 比如赌场里故意昼夜颠倒 比如不断地发出老虎鸡的 投币的欢快的声音 免费酒吧发出欢呼声 这些都是为了对你的心理产生影响 那赌场不就是骗吗 但是我们要从骗中学到真理 我们今天会看到 有UP组告诉你 如何防止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但是这样的UP组 一定是读过增长黑客的 非常善于吸引粉丝 今天你在批判 等有一天你要工作了 你也会去想 怎么去吸引顾客 你也要运用消费主义的手段 所以这是一对矛盾 那我不是在批评这样的UP组 我既不是教你 怎么去批判资本主义 因为马克思和其他的学者 已经批判得很好了 也不是教你怎么去发财 我就是和大家一起感受 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们人总是在痛苦的垃圾中前进的 没有绝对的好事情和坏事情 那上一次最后我问的 我们去了解平台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也没有钱 我去平台打工 说不定平台还倒闭了 或者我996却没有什么回报 那么今天我讲这些知识 我却想起了一个词 叫做无用之用 这个词在上海五角厂文理学院非常火 那里有一句民间校训 叫做自由而无用 有些教授也很追捧这句话 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了 然后跟学生说自由而无用 问题是他们教的那些知识 可能真是无用的 没机会的时候是无用的 给你机会的时候还是无用的 而我们今天讲的知识 可能是暂时无用的 如果给了你机会 它可能是有用的 那回到今天 大家对互联网平台的焦虑 大家在批判各种爸爸 但我们不是单于批判的人 批判是需要的 批判也能带来知识 比如有一本书叫零工经济 就是讲互联网平台 把大家都变成打零工的人了 那这样的书有助于我们思考 但最终我们还是想做一点事情 比如你今天在批判老板 但是假如真有一天 老板没了 让你来负责这个企业 你能不能干好 这个可不是做梦 我有一个虎秀的作者朋友 是做互联网医疗的 可是因为公司的股权变动 突然把他一个新进来的做运营的人 变成了负责人 好惊喜 好在他是有准备的人 所以虽然我们谈政治的时候 我们会讲左或者右 但是平时我喜欢和各行各业的人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一线的行业的经验 比如我的不少虎秀的朋友 他们可能谈起新闻政治的时候 会使用右的话语 左的话语 公知的话语 但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 因为他对事情很懂 一旦到做事情的时候 他就不会受左或右的限制 他知道事情该怎么做 而一位批判者 比如我们有些专业 就是教人怎么批判的 批判到最后 他可能会发展出一套理论 叫我躺下 我不干活 就是反抗资本主义剥削 这也是很厉害 我是躺不下来 我知道人终有一口气 想要做成事情 而不光是批判宣泄 我知道我的读者里有不少蝙蝠侠 就是我们很重视福山先生 但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这本书里 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 他就是说人是有一口气的生物 所以互相会斗气 只不过他认为民主制度 能够避免人的一口气发生冲突 但终究这一口气不要浪费掉 那最近我遇到了一件挺高兴的事情 有一位读者给我发私信 是一位年轻人他刚去一家制药厂工作 他是学生物理论的 他说他原来以为要去做事情 先要建立理论模型 然后再去操作 结果他发现操作的结果 总是对不上他事先预设的那个数据模型 但是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就是那一期讲飞行员 讲飞机和工程师思维的节目 他明白了一定要一边实践 一边总结解决问题 那最后他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帮助国家产生了一个成功的工程师 甚至七级佛桥 年轻人不容易 没有什么资源 有的只是你的知识和勇气 我支持像陈春花教授那样 站在心灵年轻的人一边 愿和你们一起突破 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案例专家 张楚老师推荐的书目 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 真正的蝙蝠侠就一定要大力发展工业文化 上官方出品 领取100元优惠券 拔草国货精品 都已经做到工作了 国货精品 作词